伊朗首都的黑蘭 日前發生不幸的跳傘意外 日前發生不幸的跳傘意外 36 歲的伊朗跳傘運動員博佐奇 為了將英勇殉職的消防員致敬 日前在德黑蘭從58公尺高的雲梯車頂端跳傘 他將降落傘甩向背後時 疑似因為風刺降落傘被攝影機卡住 他將重新操作卻失敗 發生令人遺憾的悲劇 博佐奇的友人表示 他是這個領域最優秀的運動員之一 博佐奇曾在俄羅斯、杜拜等 多個國家進行過跳傘 為了配合這次雲梯車的高度 他在之前還特別重複練習了至少四次 令人遺憾的是 近發生了跳一百萬次 都不會發生的意外 國際通信綜合麥電報道